大家好,今天是4月11日,天陰, 但是都非常之和暖, 每次都没有风, 这样就这个很难得, 所以我就写了这张书法, 是潜龙物用,气有益, 这个就是我写的书法, 因为大家都听过香港很多父母, 什么父母还是什么小朋友去那些补习班, 忙过不停,所以我这个落款, 我就写着我就是有报告说, 北欧儿童就是最快乐, 这些网上资料有的, 因为他们政府鼓励这个接触大自然, 就教学习学术重要, 另外呢,有研究发现, 诺贝尔掌得主中,就是德国籍, 或者德国裔,是个半, 因为他德国政府, 不容许太早开发小朋友的智力, 要是玩的, 可以见到我们祖先, 是逆经拳挂第一个初咬的威力, 因为初咬就是说潜龙物用,就是这个意思, 所以就是说一般解释, 潜龙物用就是说, 你时机未成熟, 你就不要去出风头, 等待时机这个问题, 另外呢, 就是现在我们有新的科学证据研究到, 就是应用在这个小朋友学习这个阶段, 这个潜龙物用, 亦都是有他的那个智慧和威力, 所以希望大家, 有那些家者那些, 能够接触我这个视频, 有些参考作用, 所以这个龙字, 我写到它就是, 神龙见首不见尾, 那个龙的尾, 就会在这里, 摆出来才发威, 所以就不要过于逼小朋友, 太早去开发那个智力, 另外我有一个提议, 就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, 可以研究一下, 杨真凌啊, 李正道, 那一代那些, 诺贝尔得掌, 他们的童年的时间, 是怎样过的呢, 可能是也有参考作用, 都未定, anyway, 希望大家, 喜欢, 欣赏, 这个天气, 今天天音, 但是, 还可以, 这个就是潜龙物用, 气有益, 我就改了, 就是气无益, 就是古人那个气, 因为古人是说, 做官那些, 要去读书, 但是现在呢, 就发现到, 不是从洛波尔, 得主那里, 就得到一个启发出来, 气有益, 希望大家, 觉得有趣吧, 谢谢, 多谢大家欣赏,